這星期五林康正不在 我在想找一個什麼嘉賓 那方向都是從 怎麼說呢 從論述型的沈四凱嘉賓 或者這個白癡型 好像上個星期的 阿保賢那些 我還在考慮著 或者這個星期 我會做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林康正不在看我有沒有時間 我撈回那15個理事歌手的 過日 因為為什麼 我們決定今年 會做一個決賽 如無意外 就應該在八、九月份 我希望理事歌手 在海外的參賽者 聽到我的訊息 讓他確認 我已經找到地方 非常不錯 那當然 以前如果我做這個節目主持的時候 我想是會成績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個半個 我職業歌手的身份 那變成如果我再去參與這個節目 或者去做評判 那可能會有些 又未必利益衝突的未至於 OK 但是在歌詞上面 和大家切磋一下 都是我的啤梨 就是 都是一個遠望來的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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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